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 我们都知道 一国两制体现了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 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制度的原创者领导者 和坚定的捍卫者实践者 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 就没有一国两制 就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 也就没有长期的繁荣稳定 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的证明 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实在是来自不一 需要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和维护 这同样也需要我们尊重和维护国家主体实行的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真正维护好一国两制 这是我们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定盘心压仓史 各位朋友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没有两制之分 只有一国之责 在香港繁荣稳定和香港同胞的根本负质上 没有左右之分 只有首富之责 我们期待与所有爱香港 爱国家的700多万香港同胞 同心同行 坚守一国两制 共同恢复国家安全 恢复一国两制制度安全 共同推进香港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 行稳志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